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丸子姐姐一定会很伤心 为了纪念偶像 动画也特别安插桥段来悼念 原来是小丸子抽到戏城秀术的别针 还在路上看到急着回家 抢看戏城秀术节目播出 却发现搞错日期 有点失落的姐姐 让小丸子拿出别针 安慰姐姐还特别送给她 都让姐姐开心到脸红 但爆累剧情还没完 只见动画结束播放前 突然出现戏城秀术 拿着麦克风唱歌的模样 下面还写着秀术先生谢谢你 画面一出都让不少日本网友直接喷泪 原来这个追到桥段 事前都没有预告 马上引起热烈讨论 直呼姐姐果然是秀术铁粉 特定邀请新陈秀术演唱主题曲 跑吧老实人 其实小丸子姐姐会这么喜欢新陈秀术 是因为作者樱桃子 在推出动画的时候 刚好迷上这位偶像 才会把自己的喜好 融入故事当中 三十五年要下午相台报道 再来 沺